本篇视频要讲述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这里的对外直接投资 指的是中国投资于境外的实体企业 真正负责运营并承担盈亏责任 而不是证券类的间接投资 炒股或者买卖债券 间接投资的流动性很强 可以很方便的变现 贬回现金回回中国境内 而直接投资的资金 都沉淀在了各种企业的经营业务里 流动性很差 必须依赖经营本身慢慢的挣钱 或者干脆就是经营亏损 不具备迅速变现的能力 在各位观看这段视频之前 我建议各位 先在心里预设一个这样的问题 这些数以万亿美元计算的直接投资 都是真实存在的吗 而如果这些直接投资并不真实存在 那么在他们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带着这样的问题 我们开始今天的探秘视频 本篇视频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局联合发布的 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这算是最权威的官方数据 而在这种官方数据里 如果都存在清晰的数据漏洞 那么可想而知 真正的漏洞会有多大 首先我们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 截至2022年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为27,548亿美元 对于这个数据 各位必须建立一个清晰的概念 这真的是一个大的吓死人的规模 对于这个数据必须要经过对比 各位才能真正理解它有多么庞大 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 外资自此大规模的涌入中国 并在中国各地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外资企业 推动中国成长为世界工厂 截至2022年底 整整21年的时间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 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累计总规模 也只有22,834亿美元 这里的实际利用外资 其实就是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这意味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已经大幅超出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超出比例达到20.6% 仅仅只是这样的对比还不够 我这里再提供一组数据 从2002年到2022年 中国货物贸易加服务贸易实现的累计外贸顺差收入 是45,975亿美元 这就意味着 中国对外投资的总规模 对比全口径的累计外贸顺差的比值 达到了59.9%的惊人规模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截至2022年底 还在为了脱贫而奋斗的国家 对外投资的规模超过利用外资 达到累计顺差的六成 就这件事 我相信各位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组数据 一定不敢相信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笔庞大资金的投资主体 根据统计公报里给出的数据 民营企业占比6.8% 个体企业占比4.7% 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合起来占4.7% 此外 集体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 这俩都是集体企业 合起来占0.8% 这些非国有性质的投资主体 所占比例合计为17% 剩下的83% 全都是国有单位的投资 注意 这一点我必须再次强调一下 中国对外投资的绝对主体 就是国有单位 公报里给出的统计口径 煞有介事的还把国有单位分成了好几项 其中的国有企业是100%的纯国企 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责任公司 是国有股份占主导地位的公司 如果是私人股份占主导地位 那么这两类会被直接归入民营企业那一类去 其他这一项 指的是非企业类型的社会组织 这类组织 统统都是在政府之下的 对这一点 大家不应该存在任何疑问 OK 这么一解释 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中国2.75万亿美元的对外投资 其中的83% 都是国有单位投出去的 对应的金额是2.29万亿美元 而真正由民间投出去的钱 占比仅仅只有17% 对应的金额只有4683亿美元 记住这一点 绝大多数的对外投资 是国有单位投出去的 这一点将是我们理清 整个对外投资谜团的关键 接下来 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了 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行业 排前期的行业分别是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 金融业 制造业 采矿业 信息软件业和交通运输业 这七项的占比 合计达到了88.9% 而排第一位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占比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9.0% 对于这一组数据 我们必须详细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第七名的交通运输业 对外投资存量968亿美元 占比3.5% 我们都知道 中国特别喜欢参与境外的港口码头等重要交通设施的收购 这类收购也往往都是全球主目的焦点 比如中国远洋2016年收购希腊比雷埃福斯港 并对该港持续进行升级改造 目前该港已经成为地中海第一欧洲第四大港口 对于这种投资老实说我个人认为是多多一善 控制全球重要的交通节点 这种战略意义无论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可惜的是 这种很有意义的投资仅仅至排名第七 投资金额实在太少 接下来是第六名的信息软件业 对外投资存量因385亿美元 占比5.0% 这一点不需要多解释了 抖音出海所向披靡 阿里巴巴在海外的业务也做得还行 中国在信息软件领域与欧美的差距一直不算大 在购物和娱乐这两块更是卷到了极致 对于这一块的对外投资 没什么可质疑的 第五名采矿业 对外投资存量2101亿美元 占比7.6% 中国在本质上就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 因此多年一直热衷于境外的矿产资源收购 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对外投资的政治正确 只要是在境外买矿 那就一路绿灯 在这个领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也不乏典型的失败案例 比如在利比亚投资的200亿美元就全打了水漂 中心泰富在澳洲投资铁矿 十七年下来累计巨亏150多亿美元 并且至今还在亏 对这些失败的案例 我现在不去管它 也不去质疑这些交易背后是否存在大规模的回扣 就当这个领域的投资全都是真实的好了 失败的投资就当是交了学费 第四名制造业 对外投资金额2680亿美元 占比9.7% 制造业向外迁移 是近十年来的大趋势 规模稍微大一点的企业 就要在国外开场 将基础产能往东南亚 东欧和墨西各迁移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尤其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 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关系全面恶化 制造业外迁根本就不可能再拦得住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制造业的对外转移规模 只有2680亿美元 说实话已经不算多了 民企与外企的对外投资 基本上也对应在这个领域 在这里 我依然将这些投资 视为真实的对外投资好了 对于接下来要讲述的 前三名的金融业 批发零售业和商务服务业 我在这里先直接给出结论 我认为归属到这三项里的对外投资 大都是虚假的 这些资金大都 是被顶层权贵洗出境外的钱 并构成了他们的境外财富 我再强调一次我的观点 中国对外投资排在前三名行业 对应的基本上都是中国顶层权贵的资产转移 这些投资 基本上都是虚假的 下面是我的分析 首先 为了让大家建立一个辨别真伪的坐标系 我给出了2005年至2002年的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分行业汇总数据 数据来源是商务部历年的利用外资统计公报 前面我已经解释过了 实际利用外资 也就是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 资金是要沉淀到企业经营里去的 这个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问题 注意看 2005年到2002年 外商对中国的金融业直接投资959亿美元 批发零售业投资16820亿美元 商务服务业投资2463亿美元 这三项也就是中国对外投资排名前三的行业 我们现在来逐一比较 中国对外金融业直接投资37039亿美元 是外商对华金融业投资规模的三倍有余 注意了 外商对华金融投资只不过959亿美元 就已经做到了对华金融行业的全领域覆盖 该有的全有了 虽然中国在金融领域的玻璃门现象严重 但是中国人对于外资银行 外资券商和外资信托投资机构都已经不陌生了 类似黑石这样的投资机构 更是已经在中国扎根的很深了 现在请问 中国对外金融业直接投资存量3039亿美元 体现在了什么地方 如此庞大的资金 必然有着数量众多的项目正在运营之中 中国银行可以在欧美开到遍地都是 不要说纽约伦敦这样的大城市 在美国罗德岛这样的边缘地区 都应该开出十家支行来 才对得起这样庞大的投资规模 至于中资券商和信托 各位在境外听说过吗 有什么业务在开展吗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 截至2022年底 中国银行业的境外净资产 已留65亿美元 银行的净资产 大致上就是股东实际出资 加历年的经营收益沉淀 这个数据是相对真实的 这就意味着 中国实际对外金融业直接投资 一定大幅低于1665亿美元 我估摸着 称死了也就是1000亿美元 与外商对外金融业 直接投资的规模差不多 除了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行业 选商信托之类 中国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对外直接投资 这就意味着 在金融业领域 3039亿的对外投资存量 超过三分之二都是水分 都是虚假的投资 接下来看第二名的批发零售业 对外投资存量3616亿美元 占比13.1% 好吧 我们继续来对比一下 外商在华投资批发零售业的规模 16821亿美元 在批发零售业这个领域 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 是外商对华投资规模的两倍多 外商投在中国的这16821亿美元 带来的是遍布全国的外资零售店 沃尔玛和大润发 在中国大型连锁超市排行榜里 排名第一和第三名 至于小型便利店711 好市多 罗森和全家便利店开的遍地都是 而中国投出去的3616亿美元 有什么东西吗 境外有什么中资的大型零售企业吗 华润万家在美国的旗舰店开在哪里 存在吗 根本就不存在 这整个3616亿美元的对外投资 可以说全都是虚假的 最后来看排在第一名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对外投资存量10737亿美元 占比高达39.0% 对这个行业我必须要先解释一下 这就是办公设备租赁财务资讯 法律顾问 广告 营销等服务性行业 这一类服务业从来都不是资本密集型行业 它是典型的智力型行业 主要的成本就是办公室装修和人员的工资福利 它没有什么固定资产可言 即便是想沉淀资产都沉淀不下来 对比一下外商对华的商务服务业投资 2463亿美元 只相当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一 出现的结果就是 外资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七大资讯公司 基本上垄断了中国的顶层审计和资讯业务 至于其他各细分领域 外资的商务服务企业 比如物业经营领域的五大外资代理公司 更是把国内的代理公司杀得没有还手之力 只能跟在屁股后面捡剩饭吃 现在请问 中国对外投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类企业 有哪一家 他们像境外的什么企业 提供过审计或者咨询类服务 在这里 我可以非常明确的给出结论 在商务服务行业 中国这一万来亿的对外投资 全都是虚假的 现在 我们有必要做一个小结了 金融业的对外投资 大概2000亿美元是虚假的 批发零售业的对外投资 3600亿美元 全都是虚假的 商务服务业的1.07万亿对外投资 全都是虚假的 不接受任何反驳 这三项合起来 虚假的对外投资 达到了1.6万亿的惊人规模 占整个对外投资存量的比值 达到了58% 还记得前面给出的对外投资主体的分析吧 83%的资金 是由国有单位投出去的 这意味着这些虚假的投资 基本上都是由国有单位操作的 而站在这些操作背后的最终受益人 当然也不可能是平民百姓 他们 只能是这个国家 最顶层的权贵 而要佐证这个观点 也非常容易 中国对外投资的目的地非常清晰 57.7% 去了香港作为中转站 这个我们待会再详细分析 香港乃是中国对外洗钱的关键枢纽 13.3% 去了威尔金群岛 7.7% 去了开曼群岛 这两个地方 更是洗钱的黄金胜地 现在 我们将事件集中在 中国对香港的直接投资之上吧 2022年 中国对香港直接投资存量 15777亿美元 主要的行业分布为 租赁级商务服务业 7533亿美元 批发零售业2419亿美元 金融业1806亿美元 采矿业995亿美元 制造业737亿美元 房地产业678亿美元 排在前面的三项 商务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和金融业 合起来的投资存量 高达11758亿美元 这些资金 当然全都是借到香港 由国企洗出去的 明知明高 在最后 我希望本视频的观众 可以回过头来 考虑一下下面的这个问题 如果 中国的顶层权贵 没有将这1.6万亿美元的财富 转移出去 如果 这些资金可以留在中国 留在银行的循环系统内 可以作为基础人民币的信用支撑 可以借给急需外汇的民营企业 可以解决无数行业资金匮乏的痛苦 那么 我们今天已经陷入绝境的经济 是不是会好很多 虽然说 历史没有如果 也没有任何办法 断绝顶层权贵的财务 然而 面对如此海量的财富转移 甚至可以说是 掏空了中国的家底 对我个人来说 除了愤怒之外 更多的是抑制不住的悲凉 这是我们来说的 对方的石头 没出 glad 这就是个人来说 对方的石头 是一样一样的 除了 那就是 这个人来说 證定了